国语有生善书 南天虚元唐善书 禅修的重要 主著先佛为道祭禅师 道祭禅师将 师曰 西攘烟尘亦乱俗 心贤至定向茅庐 微息絮絮窗前头 一盏清茶几页书 盛世无今日降著 禅修的重要 地念五章 深念处禅修第二节 想要驯服野生小牛的牛仔 会将小牛绑在牢固深埋的木桩 同样地 禅修者想要驯服长时间 处在声色欲热等目标的南调之心 初期就应将自己的心 用正念之神将心牢牢地绑在 呼吸这个禅修的目标上 一个人修持深念处 第一节一段时间之后 就可以慢慢培养出觉性 若能持续不断地觉知 呼吸15到20分钟时 即表示已经相当熟悉呼吸 心中也会生起强烈的修行意愿 此时 禅修者会逐渐观察到 呼吸之间各有不同的长短分别 于是开始进入第二阶观察 呼吸长短的训练 念处经中记载有关深念处 第二阶的禅修方法为 吸气长时 了之我吸气长 呼气长时 了之我呼气长 吸气短时 了之我吸气短 呼气短时 了之我呼气短 就如熟练的陆炉 井上挤水用具 降 或陆炉降之地子 当拉长时 了之我拉长 拉短时 了之我拉短 经中所谓的长短乃是以前 后的呼吸做比较 呼吸的时候 如果心够稳定 就会察觉到 这一次呼吸比上一次 呼吸长还是短 是呼气比较长 还是吸气比较长 此处出现的呼吸长短 并不是刻意勉强 也不是靠意念控制 而是自然的呼吸现象 因此禅修时 只要静观觉知 呼吸的长短即可 千万不要去尝试控制呼吸 在第二阶的禅修中 除了有呼吸长短的觉之外 也会伴随出现冷热粗滑的触觉 一般而言 吸气时的空气会比较凉 呼气时的气息会比较暖一些 但是当呼吸越来越微细时 则冷热就会变得不明显 粗滑则是指呼吸时风的强度 呼吸的风较强就是粗 风较弱就是滑 一般而言 吸气入身的气息较粗 呼气出身的气息较滑 经过第一阶的训练后 由于禅修者觉性增强 修行意愿强烈 因此吸气 呼气的时间变长 又由于修行意愿的缘故 吸呼的时间长 而且气息变得更微细时 心中会升起喜悦 对修行禅定而言 升起喜悦是很重要的 因为如果没有喜悦 定力就不能持续进步 而禅修者只要不散乱 能够持续不断地专注于 长的微细呼吸 如此就能提升定力 喜悦也自然会在心中升起 不愿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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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